模擬敵軍作戰 我軍實彈操演 兩岸情勢緊張 國防部為了增添戰力 選前兵役延長成為火熱討論話題 如今國防部將在月底前正式公告 兵役將從原本的四個月延長到一年 12月底以前就一定會公告 我們就想說已經當初有這樣講了 因為假如說今年12月底沒有公告的話 到明年公告就要往後延一年 因為是規定 強調時程真的不能再拖了 因為新智在今年12月公告實施後 還得有一年的準備期 真的實施上路還得等到2024年 只要符合18歲的一男 也就是說出生在93或94年次以後的人 為了一起將從原本的四個月變成一年 我覺得一年十個月的訓練 也才勉強可用而已 所以我認為一年其實也真的是不夠的 因為主要是他的怎麼安排這個計畫 讓他更充實一點 那如果他的訓練更精實 你會願意當一年的兵嗎 不會 為什麼 太累了 民眾看法兩極 網路上有不少年輕人得知延長兵役 跟自己無關很慶幸 還有人不滿批評 當兵根本就是浪費時間 只是訓練時間多了三倍 真的能夠發揮戰力嗎 但是總的來說 如果說未來兵役 一位徵病之後恢復到一年的時候 其實大概可以這樣推 就是前三個月 大概就是基礎教育跟步槍兵的訓練 那之後有沒有進階的訓練 我們是希望有 一般來說 對一年的一位官司兵的運用 通常是讓他去擔任步槍兵 或者說一些戰場勤務支援的任務 兩岸兵雄戰危局勢下 政府不只得添購軍備 更要招募更多兵力 雙管齊下才能提升國軍整體戰力 華視頻的流行李洪杰泰報道 各位我的天啊 就請你習近平 同ui 那你會不會 你不會 你們 你們 我還是